以致化乎甲跟乙均是直练的缩酸 分子式同为C4H4O4 且化乎甲的溶点比乙更高 取化乎甲与化乎乙各以莫尔 分别跟以莫尔的氢气在适当反应条件下进行反应 均得到化乎饼 试写出化乎甲与丙的结构式 那首先我们必须从分子式来进行它的不饱和度的计算 碳的数量2n加2扣掉轻的数量去2之后得到的数值是3 那题目讲到以莫尔的化乎甲跟乙 那分别都给以莫尔的氢气进行加成 所以表示说甲跟乙它的结构都只有一个碳碳的排件 再从分子式可以推测 化乎甲跟乙应该是一个二元的缩酸 所以化乎甲跟乙呢应该就叫做丁锡二酸 那反式丁锡二酸没有分子内氢件 所以分子间氢件的数量呢会比顺势来得更多 而且反式对称性结构比较好 所以导致它的融废点都比顺势来得更高 所以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判断出化乎甲应该就是反丁锡二酸 乙呢就是顺丁锡二酸 那至于丙那就是丁二酸 所以本题的答案同学可以参考如下 我 quasίναι十一台 minutes 那么沙漫那values 如果ersonic应该是线锡二酸